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在王子曰相聚 今天又到了我们聊经事单元 我们在这个聊聊经典的空间里 邀请来自各个领域的来宾聊聊经典 包括他们喜欢阅读的书籍 经典给他们的影响 聊经事单元也同时请来宾分享他们的经事梦想 聊经典聊经事谈智慧说梦想 是我们这个单元的设立主轴 我想随着时代转型生活步调加快 外食已经成为现代人生活的常态 在这么多外食种类当中 其实我最喜欢的其中一种还是素食 各位朋友不要误会 我喜欢的素食不是吃素的那种素食 是迅速方便的素食 像是麦当劳、肯德基、汉堡王必胜客那一种 当初台湾还有那个Wendy汉堡 我记得当年Wendy汉堡撤出台湾的时候 还有去我最常去的那一间Wendy 小小的哀悲一下 它的主题曲是 Hello Wendy 特别是如果有出国离开台湾 我通常会很认真的 特别去找一下那个地方的麦当劳、肯德基之类的素食连锁店吃一下 如果那个地方有麦当劳、肯德基 把国外的麦当劳、肯德基和台湾比较一下 都会很有感 很有一种怀香、疗愈心情的感觉 通常这种国际品牌的这个连锁店 那个品质都很稳定 很统一、很一致 但是这样的一致对我来说也很日常 会帮助我忘记说我其实不是人身处在国外 那如果那个地方没有这些品牌的话 那我也会去国外的那种素食店 就是试试看 虽然说这些素食啊 热量都很高 而且也不怎么健康 不过像吃这种东西啊 就是很能够帮助我们的脑内肥增加 就一样会带给人们很快乐的感觉 认真的说起来 你说这些素食的东西啊 什么汉堡啊、披萨啊 有什么好吃的 其实说穿了也就还可以 不过呢它就很方便、很快嘛 不然说像这样子的一个店家呢 提供我们一些小小聊天啊 小小休息的地方啊 暂时歇脚一下 我觉得也还蛮不错的 所以到现在为止呢 我几乎每周都有几次会吃汉堡披萨 实在很扯对不对 好 不过呢 这也就是我的日常之一 讲到这里呢 大家就知道我这集是来自肥的啦 因为台湾的素食业呢 其实很竞争哦 每家都会时不时的就推出新产品哦 对你我来说呢 很熟悉的这种素食店呢 是怎样运作的呢 各位不晓得会不会觉得很好奇 或者是说我们王子月的听众朋友呢 可能也有一些人呢 曾经在像这样的环境里面打过工 我们今天呢 很高兴的邀请到一位呢 台湾龙头的素食连锁店的乡里哦 来和我们聊聊呢 素食业服务业的干苦谈 啊在节目开始之前 让我们呢 先来欢迎呢 台湾呢 重磅级的素食连锁业的专业乡里哦 陈志炫乡里 哈喽乡里你好 先请您向我们王子月的听众朋友 自我介绍一下吧 各位王子月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陈志炫乡里 目前是在台湾的生命素食业工作 因为志炫乡里很客气啊 他说呢不太好意思呢 揭露呢他服务的重磅级的这个素食连锁业哦 不过各位你不用担心 一定吃过很多遍的啊 乡里我知道您本来是念商馆的哦 商馆涉足的领域很广啊 那你当初是怎么样会踏入这一行的呢 因为我大学读的是进修部 那会踏入这一行也是因为误打误撞 跟朋友一起进来 原本想说是用大学进修部的四年 来做一些自我探索的路程 看自己适合做哪些工作 或是哪些领域这样子 啊后来你毕业以后就直接转正职了 是这样子哦 没有一开始的话还是先从PT开始做起 就是你的工作的部门的领导人对你提出邀请 那你真的在那边打工打四年哦 正确来说是打了六年啊 哇所以经过这么长的时间之后才转任正职 Footime的工作吗 总共是花了一年多才做到乡里 那其实这份工作说起来容易吗 也没有 可是说起来也并不容易 所以其实你是有经过很漫长的兼职 PT的时间 然后后来直接转任管理部门之后 花了一年半的时间就当到乡里 那其实听起来好像就是你刚刚说的容易也不容易 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这一路以来的过程是怎样的 我觉得这些时间 更多的时间上是自己心里的挣扎 因为从一个服务员你要转成管理职 那这个心态上的转变你要自己去调试 我的店长告诉我说 跟同事不要当朋友 要有上对下的关系会比较好管理 我是要问说 你刚刚提到说 从一个兼职的服务员 然后转任Footime的管理职 那其实你就是变成是要管大家嘛 所以要培养一方面要有一个自我说服 自我探索的过程 那二方面呢 这个有点呢平行的同财地位转变呢 变成是一个上下的一个管理的一个层级 所以呢也有一些人跟人之间相处的问题 不过我们先来具体的讨论一下呢 就这个工作的本身啊 你本来是一个兼职的工读生嘛 然后呢要变成是一个单位里面的行政主管啊 那这边呢的一个培训过程 或者是说呢考核的过程啊 不晓得公司里面的安排是怎么样的 是说我想要转就可以转哦 是这样子哦 基本上都要跟店长先达成共识 然后表达说我有这个意愿 那请店长帮我申请看看 那看上面的区域经理要怎么跟你做面试 那面试如果通过的话 他就会带你去培训 那培训就会讲到人员物料设备 他会一步一步教导你 那好了他就会有考核 然后就会有评估表出来 哦所以如果因为你就是原本就在那个单位里面打工嘛 那所以当然是相对来看 比起我们一般人呢 可能会申请成功的机会是大一点的 那如果说假设啊我没有在这个门店打过工 那我可以直接呢去申请担任管理阶层吗 或者是说我直接来你们集团应征 那我可以直接去当官人员 就是我不要去门店了这样可以吗 这部分是可以的 可是我建议要从基层开始做 否则会有许多突发状况无法去面对 那我自己的经验也是告诉我说 从基层开始做 你可以了解到员工这时候在想什么 那我们可以去站在他的角度去思考 看这个阶段是不是有更好的处理方式 那刚刚呢乡里有跟我们提到说 您那个工作的一个核心呢 有三项嘛 一个是人员 一个是物料 一个是设备 在人员物料设备呢 这三个方面呢 你觉得呢 在你现在担任行政工作呢 比较大的困难跟挑战呢 是怎么样的 我觉得最大的困难算是 与人沟通协调的过程 因为与人沟通协调 你必须要达成共识 那这在工作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动作 第一点是你要说明这个目标 为什么是重要的 那这个目标是因为什么问题 所以我要去达成 然后说明每个时段的负责人 该完成什么工作 然后你要给他一个时段阶段性去让他完成 不能说 我就说 这个月我们要完成这份工作 那我们可以把时间刻度缩小一点 这个礼拜先完成某个进度 然后让大家知道 就是 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然后解除他们的疑虑来达成共识 刚刚乡里就不愧是管理者 就跟我们讲了很课本 有没有 很教科书的那一套 这个怎么样管理的方法 乡里能不能给我们举个具体的例子 说您在这个执行工作的时候 什么达成共识 这个说明目标 观察 时间刻度 这些到底是怎么样 你举个这个现场的例子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 因为我们餐厅的话是素食业 那基本上来工作的都是比较年轻的工作伙伴们 那像他们的上班的准时率就会 跟我们有点 对 就直接讲吧 会跟我们有点距离 就像他们会很常迟到 那很常迟到这件事情的话 就会影响到顾客点餐的权益 如果我们是10点开店 他10点5分才到 那客人点餐的权益就受到了影响 那我们就要跟他强调说 如果你迟到 那会造成什么影响 那客人可能下次就会觉得说 你没有在重视我 那我不用来你们的店消费 我有点没有听明白 就是上班准时不是一个很基本的问题吗 那就是说工读生迟到 会有一个店的工读生都很常迟到这种情况 会 那这样不就很考验那个门店经理吗 对所以我觉得沟通这件事情 真的是从你上班开始 你就要开始学会沟通 我觉得事情可以不会做没关系 但是人一定要会做 那如果迟到不是上班都是要打卡的吗 那迟到不是就会扣钱吗 那这些来打工的小朋友们都不在乎哦 对我觉得他们就是不在乎 他们来工作我觉得比较像是在交朋友 因为如果既然我觉得工作啦 你投身时在餐饮宴你就知道 这件事情是大家都在吃饭 你却要上班的时间在上班 所以他们的心理的自我建设可能没有做很足 然后就来准备上班这样子 哦所以这边巷里就跟我们分享的 新一代年轻朋友们呢来打工的这个价值观哦 很显然哦负责任啊准时上班是一个很基本的门槛 很基本基本的要求 像王老师是长辈哦会觉得说 这个上班呢不就定点打卡吗 我十点钟呢要上班我不可能打十点的卡呀对不对哦 那么我一个店呢开店做生意啊 我虽然十点把铁门拉起来呢 这个客人可以开始进来点餐了啊 可是我也不可能呢是十点才到嘛 一般来说应该是会有前一个小时的这个门店的准备的时间哦 比如说开机器啊收银机啊什么东西就是要把它set到一个固定的一个位置 等到呢十点呢钟声一响 OK立刻拉开铁门 这个就会有第一批的客人进来 所以没有想到这个看起来很好像不是很了不起的一个环节 也居然是在这个管理上面一个很重大的一个关节哦 所以刚刚刚你跟我们分享的哇的确是不同世代的人里头 这个面对呢工作啊的一个很重要的考验跟挑战啊 他刚刚提到说新一代的年轻朋友来打工好像来交朋友的啊 所以迟到这件事情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啊 那除了这个以外呢 除了这个以外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很常发生的问题就是点餐的增值 那例如客人点餐然后拿到餐的时候才发现 他跟员工点的餐跟我想要的餐这是不一样的 那这时候客人跟员工就会起一些增值 那我就会先把员工请去旁边休息 那客人如果看到管理阶层的出来了 那他也不会那么生气那我就会先跟他处理正确的餐点 然后之后跟他道歉然后再把正确的餐点给他 所以说其实没错这是蛮常会发生的事情 就是假设有可能我点错餐了或是有可能送错餐了 所以通常这个时候素食店的那个后面的行政 就是我们说这个管理部门会穿那个不同衣服的人出来跟我们解释 各位这也是你蛮常发生的情况嘛 对嘛就是你再给我重新新的正确的餐点就好 我通常也不会再跟你argue了 诶那有没有碰到那个比较刁难的这种客人啊 也是有可是我就不会灌着他了 我就会跟他说那还是我退你钱那你去其他旁边购买 因为可能我们这边没有办法达到他的服务 诶那所以乡里你也还蛮有性格的诶 那你们的那个PT呢 PT通常是不能这样跟客人说话啦 只是我觉得很多客人都是自己去养的 那你用什么态度给客人 那客人自然就会用什么态度回应你 所以我觉得互相尊重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服务业抬头 就是因为台湾雕实在太多了对不对 哈哈哈台湾雕台湾的雕名啊 好吧那我们谈一谈呢 你这个工作里面呢 有没有什么是你觉得比较有趣呢 或者是有成就感的事 有成就感的话我觉得是蛮多的 他可以用一些技巧然后来完成你这些工作 那完成这些工作的话你就会有很有成就感 那这些技巧其实平常也都是可以用在每份工作上的 就是你利用美观整洁的工作环境 然后再用真诚友善的接待去跟客人做应对 然后提供准确无误的工餐给客人 那你要做到上面这三点你就要有优良维护的设施 那如果这四点都做到了你的产品就会是最高值最稳定的产品 所以这是你认为你的工作里面的成就感吗 对就是其实很多事情都是很细微的 那如果每个事情很细微都有做到 那这份成就感给你带来是很大的影响 所以刚刚这个智炫香里跟我们分享说 其实他就是完善他每一次提供给客人的服务 完善每一个小小的流程 让他们这个素食业的这个圈子里头提供的每一次的餐饮服务 都是干干净净的很明亮的快乐的友善的 而且这个提供的餐点是准确的 所以一定是不能送做餐的 然后还要有一个这个品质稳定的服务 就是他这个行当里面很重要的核心要求 也透过每一次不同的餐点 每一次服务的累积 形成他这个工作的成就感 所以其实成就不用来自多么了不起的事情 累积每一个小步骤 小服务 其实就可以变成是一个大成就了 那香里我还想请问 如果说投身像这样子的一个领域 除了你自己个人的亲身参与 你一路从这个PT 公读生做到这个行政管理职 那你有没有想说 如果有对这个领域有兴趣的朋友呢 你想要提供他们什么建议呢 这个建议的话 其实你一开始 你如果要选择餐饮这份工作 那你就要有一个心态就是说 大家都在休息的时候 你可能就是要上班 因为服务餐饮这种东西 就是不能一起放假 那像过年的时候也是 尤其是除夕到初四 这段时间很多餐饮都休假 那因为我们是连锁的 那连锁基本上都是全年无休的状态 所以就是你要主动去牺牲自己的时间 这样子 对我们录这一集节目的时候呢 就是趁着呢 这个乡里呢 这个年前的时候 因为他跟我说 越靠近年假 他是越来越忙 因为这个大家大扫除呢 的时间很忙碌 大家想说自己去素食店一下 然后呢过年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说过年 好像大家没有要吃素食店 不是的 过年呢因为很无聊 又很懒得自己煮 然后呢或者是 也有一些人是单身的朋友 那得默默替我们服务的朋友 所以这段时间呢 是这个素食业者 时时刻刻呢 分分秒秒都非常忙碌的时刻 所以我们是特别选了 他这个空档的时间 来参加我们的录音的 所以他刚刚也特别提到说 这个同步放假这件事情 所以你原本参与这个行当的时候 你就自我调试调试的 还蛮好的了 那可不可以谈一下说 那除了这个长时间的工作以外呢 你的兴趣跟嗜好是什么啊 兴趣跟嗜好的话 就是我在休假的时间 虽然是休假啦 可是店里有事 你还是要过去 我就会带着自己一本 喜欢的书到那边 比较轻松的 算是协助店里的作业 这样子 我觉得 我觉得 像你实在是 太适合同事这个行当的工作了 所以你休假也是在店里面上班嘛 去各个厂里面巡视 实在是太有意思了 太有趣的年轻人 很少看到像这样子 即工作即生活 生活也是工作 工作也是生活 可见你实在是太热爱你的工作了 这蛮不容易的 我刚刚这个漏问一件事情 刚刚香里你有提到说 我们在这个追稿的时候呢 香里有跟我聊到说 他为什么一直就是 舍不得离开这个工作 打工打着呢 后来就变成正直 我还问说 餐饮业这么多 干嘛一定要留在素食业 也可以去换别的连锁的餐饮啊 他就说不要哦 就是他还是蛮想要留在这个领域 那刚刚香里有跟我们分享 那个最大的思考核心是什么 你直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吧 你为什么一直留在呢 像这个圈子都没有换领域呢 我觉得这份圈子 对我来说的确没有很 很喜欢 可是最重要的重点是 人跟人之间的相处 我觉得人跟人之间的相处 不断是说 员工或是客人 那这部分 最主要的支撑我的还是 跟员工之间的友谊 他刚刚居然讲说 他其实也没有多喜欢这个工作 你不就放假也去那里上班 没放假那上班就在上班 所以刚刚呢 这个香里跟我们讲说呢 他最珍惜的其实是友谊啊 是人 就是一个散播欢乐散播爱的工作嘛 对不对 我觉得实在是太有趣了哦 好咯 那呢 我还想呢 请这个香里呢 最后最后 有没有什么呢 在这个圈子里头呢 你想要跟我们各位朋友呢 分享的地方 或者是跟想要投身呢 这个圈子思考 来这边打工的朋友呢 的一个建议或者是提醒 因为服务业就是工时很长嘛 不过呢 台湾的服务意识其实是蛮不错的 然后你刚刚又提到说 像这样子的一个素食业圈子 因为大家都年轻人嘛 大家聚在一起 其实就是还蛮欢乐的哦 这个嘴巴讲说呢 喜欢或不喜欢 反正就是都会一直来吧 哈哈哈哈哈哈 那你有没有什么 要给我们大家呢 的提醒呢 对于打工来说 你可能就是 你要分得清楚 你想要的是什么 如果你想要的是赚钱 那当然一定 势必就要牺牲一些自己的时间 然后来做这份工作 那如果是正职呢 正职的话 我觉得你付出的时间越多 往上升迁的时间就 就会越短 所以 我觉得态度很重要 态度会决定你所想要的东西 也会决定你的职位 哦 人家就讲说 态度呢 决定高度嘛 所以呢 他虽然打工的时间呢 花的比较长 可是升正职也就 就是一直不断的升官 也就是比较快的嘛 有付出有收获咯 好咯 那在节目的最后呢 我们能不能请呢 这里呢 根据我们节目的惯例呢 跟我们分享一部呢 你近期看到呢 最喜欢的一部 经典或是一本书 那我要推荐的这本书 叫做底层逻辑 那我会很喜欢的因为 是因为他会用系统化的思考 然后搭配一些 简单的数学公式 然后来把它带入我们 生活的企业当中 这个底层逻辑啊 是其实是2022年的非常重要的畅销书 这个作者呢 是大陆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演讲家 叫刘润 不过我们会把相关的这个资讯呢 放在本集节目的资讯栏里面呢 跟各位分享 好啰 那呢 在节目的最后的最后 我们要这个请问一下呢 箱里还有没有什么要给我们朋友的提醒呢 我想面对工作最好的方法就是 乐在工作 如果你今天对你这份工作还没有找到你的热忱 那我建议是继续做下去 那我建议是继续做下去 做久了你就会知道 这个箱里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提醒 如果你暂时呢 还没有找到呢 你对工作的热情呢 箱里提醒我们说 做下去就对了 你慢慢的就会找到呢 你喜欢的是这工作本身 是呢 这个工作的环境 还是跟你一起共事打拼的人哦 好了 我们就谢谢箱里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谢谢箱里 谢谢 谢谢王子月的各位朋友们 今天的重点整理 各位朋友 我们今天呢 为大家呢 邀访的素食业的龙头业者啊 他担任呢 行政管理部门的陈志炫乡里呢 其实我们在呢 邀访同时呢 花了比较多的时间呢 在沟通跟考虑呢 要不要呢 揭露他所服务的这个品牌哦 王老师呢 就非常有意思的发现呢 作为像这样子的一个 大公司品牌的这个 行政管理部门的年轻从业者啊 一方面呢 对他的这个服务品牌呢 有高度的认同哦 那呢 当然那个箱里跟我们分享呢 在这个领域里面呢 执行工作的各种干苦谈啊 跟趣味的地方 那么 其实呢 其实呢 他比较多的担心是呢 他很担心哦 没有办法呢 好好的充分的说明呢 他所这个参与的这个集团哦 可是呢 作为我们一般的小老百姓哦 像这样子的一个素食生活 其实是对我们非常亲近的哦 我不能说从小到大哦 起码是从我的青春岁月呢 到我现在呢 作为一个中壮年世代哦 像这样的一个素食生活啊 汉堡啊 炸鸡啊 披萨啊 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亲切的食物哦 呃 不管是不是在台湾呢 王老师刚刚都跟各位分享呢 我其实非常常常使用到这些食品哦 好 那呢 那智权小李呢 跟我们分享呢 作为素食业的管理核心呢 就是人员 物料 设备 这三个相对哦 在怎么样在这三个方向里头呢 仔细的去做呢 完善这样的一个每一个流程哦 他觉得最困难的地方呢 其实是关于人员 这里头呢 有这个人员的训练 那么人员的这个技能跟知识上面的赔程哦 当这样子的一个有品牌的公司呢 每一个步骤呢 都有非常明确呢 详细的规划 那他自己呢 在投身这样的领域的时候呢 自己也从一个工读生 变成资生 优良工读生 然后后来变成他的这个全食工作哦 那么 相里跟我们分享说 他其实最难割舍的呢 倒不是真的对这个工作的事物本身哦 有怎么样的考虑 反而是跟他一起打拼的这些工作伙伴哦 他从他们身上呢 获得了很多这个 人跟人之间互动的情谊 还有他跟他的顾客里面 对不对哦 这个固定的跟非固定的顾客哦 所以我会觉得这是一个素食友谊分享爱的一个工作 所以呢 难怪他连那个放假的时间都还会带一本书呢 去各个门店里面的休息哦 好这非常有趣哦 另外呢第二个呢 他提到呢 他们服务的范围呢 包含着美观整洁 真诚友善 准确服务 优良的设施高值的产品以及训捷的服务哦 那呢我想呢 这个迅速和准确呢 就是作为这个素食业哦 很重要可以提供我们的 那么各位可以发现呢 我们生活里面呢 电视上面看到那些素食业的广告 都真的很能够带给我们各式各样的快乐 对不对 另外呢 箱里还跟我们分享说呢 怎么样去发现工作的热忱呢 工作嘛一定是有他辛苦的地方哦 那箱里跟我们分享说 如果呢一时之间还没有发现呢 热忱的话 那么持续去做就会发现了哦 你有可能呢 所发现你从工作里面呢 带来的呢 是这个工作事物本身的 很可以让你自己 获得人生的那种进阶感的趣味 自我实现哦 或者是呢 像他一样哦 可以跟他的伙伴呢 同才在一起的感觉很好哦 跟顾客在一起的感觉很快乐 这是来自人之间的关系的快乐 那么还有当然最基本的 可能是金钱报偿嘛 好那呢 如果呢 你一时之间呢 还没有发现你工作的热忱 他也跟我们分享说 反正就去做就对了哦 另外呢 对他来说呢 他的工作成就感来自于呢 完善每一个微小流程 以及服务的累积 从这边呢 找到呢 工作的乐趣哦 所以你很难想象说 像这样子的一个年轻人哦 他的上下班时间 工作跟非工作的时间 都是跟他现在目前呢 有星级的工作是密切相关的 非常有意思哦 最后呢 他跟我们分享呢 跟推荐的书目呢 是刘润先生的底层逻辑 看经这个世界的底牌 这本书呢 也是呢 2022年呢 的年度畅销商馆类的书籍之一哦 那么 其实呢 刘润先生在这本书里面提到说呢 哎这个 底层逻辑啊 跟环境变数呢 可以帮助我们在千变万化的世界当中呢 认清所有的真相 那什么叫做底层逻辑呢 很简单的 就是说 从事物的底层呢 跟本质出发 去找出这个解决问题的路径的一种思维方法 所以他会提到说 底层逻辑越坚固啊 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就越强 那书里面呢 分了这个工作跟人脉呢 两个部分来做讨论哦 那我觉得这本书还蛮好看的哦 那么大家可以上网去搜寻看看 那么找到这本书呢 有机会可以买来看看哦 很谢谢呢 乡里跟我们的分享 那我们也把呢 这个书目的讯息呢 放在呢 本集节目的最下方 好咯 今天就到这里 希望今天的这一奖 可以带给你一些启发和收获 如果你是在Apple Podcast 或Spotify上面收听我们的朋友 盼望你帮我们转传分享 五星推爆或留言 另外 为了欢度我们王子约节目两周年 想要感谢各位听友的长期支持 从即日起呢 我们在节目的下方 有一个王子约的抽奖连结 欢迎大家提供我们节目制作上的建议 一起庆祝王子约生日快乐 我们会在提供建议参加抽奖的朋友当中 抽出一部分朋友 资赠王子约的文创商品 时间是从2023年5月11号到6月15号为止 我们也会在6月底的节目当中 公布抽奖者名单 感谢大家长期对我们王子约节目的支持 欢迎你把我们的节目 和你周围有需要的朋友分享 王子约在各大Podcast平台和YouTube上面都可以找到 也有在Bilibili网站上面上架 欢迎你按赞留言分享和参加抽奖哦 谢谢大家的收听 让我们透过经典好声音 感受经典智慧 一起发现一个更好的自己 我是王老师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